白衣男一派轻松的走进社区 就这样拿钥匙开门 走进其中一户屋内 顿时紧邻大座 仓皇逃逸 原来这里是艺人严承旭的住处 但进入屋内的不是他的亲友 而是之前工作的贴身助理 感情生活就等你介绍啊 有没有人说你今天头发很好看 去年出席职棒开球活动 露出招牌笑容 被记者逼问感情状况 四两拨千金 严承旭因为近年工作重心 转往中国 鲜少在台湾公开露面 其实严承旭在民生社区 有多间房产 除了自住也替家人购物 这一次遭到侵入的地方 其实他早就不住在这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因为他从来不从正面走 他都从地下室走 警方后续循现将诚信男子约谈到案 他公称因为想关心严承旭的近况 手边又刚好留有他家钥匙 没想到却在大半夜侵入社区 触动警铃 经这个大楼的警报器声响之后 这个屋主的母亲报案 屋主母亲后来发现犯险 就立即转身离去 由于陈信男子没有动手行窃 或破坏任何东西 但对于前助理拿着钥匙 半夜登门 却推脱说是来关心的 严陈旭人坚决提告 陈信男子也被因此起诉 替这场半夜惊魂画下句点 三连新闻公众详江翔 台北市报道